基本上是這樣子 昨天賴清德去了立法院 訓勉民進黨的新的51個立委 然後他講了兩件事情 其實對民進黨很重要 其他兩黨也要注意 一個就是少應酬 一個就是要多讀書 那少應酬呢 國民黨在韓江沛的時候 宣布之後第二天就應酬了嘛 只有15個 你看到現在為止 風風雨雨還很多嘛 少應酬 多讀書 那書有很多 那至少憲法要讀一點 那陳志涵昨天這個說法 當然會引起說 你對於現在的憲政結構 到底要不了解 我們以前以前很古老以前 是有隔魁同意權 但是也有附屬權 對 修憲之後 變成雙手展示的憲法之後 已經取消了隔魁同意權 那取消隔魁同意權之後 所以行政院長 就變成定位是執行長嘛 那執行長之後呢 有不信任投票 那不信任投票 那當然不信任投票 也有解散國會權 這個地方都是有這運作 所以在憲政的體制裡面 除非你們要先發動修憲 那個當然是一回事 那帶過來的話 第二個狀況是說 那真的執行上有可能嗎 其實當新憲法這個運作的時候 也確實實施過幾次的不信任案 那個叫不信任案 那不信任案 有時候是個力量的表示 但是通常都沒有過 那有一次 因為不過以後 你一年也不能再提 對 為了穩定 所以有一次是差點要過 那一次要過的話 就是民眾黨 沒有想清楚的事情 那一次就是倒貶 馬英九那個時候 曾經想要發動 要整個發動內閣的不信任案 因為陳水扁都不下來嘛 那結果到時候是一堆國民黨的區域 立委跟他跑去說 主席啊 我們選舉很辛苦 如果是因為那一次的整個社會氣氛上 說不定會過 但是主席啊 我們選舉很辛苦 如果他還要重選一次 如果陳水扁發動了解散國會 我們要重選一次 那花多大的資源 所以呢他們提這個案子 坦白講實務上和法理上 都是代表著書要多讀一點 至少立法院的運作的歷程 也要多了解一點 但是為什麼現在民眾黨 開始會提出 對 敢講話這樣 敢講這樣子呢 因為呢 敏鳳知道 我最喜歡講的 最近喜歡講的一個數字 叫做八等於零 嗯 我不知道 你自己負責 你不要這樣 八等於零 所以你真的跟柯建民 柯總長講的一樣 八十到最後 如果真的某種陳述價 是沒效的 真的嗎 我講了好幾天了 所以不曉得智慧才能歸誰 為什麼八等於零呢 因為你是關鍵少數 但是關鍵少數 你要做出來 所以人家認為你是蘇鳥 是 然後如果人家認為說 我根本不理你 你就是零了 然後現在呢 民眾黨呢 一開始的時候 新的國會選完之後 誰最積極 在立院的三黨裡面 民眾黨最積極嗎 那被我形容是 踩買車推出來 上面蓋個一個 國會改革的政治優布 然後開始喊架 但是你拉得太高了 你拉得太高 裡面同樣的跟陳志涵 犯了一些狀況一樣 四項改革裡面 很多也是憲政體制 那你拉得那麼高 結果最後結果是什麼 兩黨都不理你 兩黨都不理 然後大家做了一個心態 大不了第二輪投票 然後第二輪投票之後 那你怎麼辦 然後如果就是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八席 反而無關輕重 然後後面的狀況是 他們內部裡面 不是傳出來說 現在對於二月一號要怎麼投票 八個人有四種意見 為什麼 因為最早的時候是 國昌老師 我們七個人都沒參加過國會 聽你的 但是國昌老師一出招 然後國民黨馬上很壞的 就丟個韓昌沛 國昌老師又遲疑了一天 才出來說 我是看透 看破了國民黨的手法 來不及了 信賴感 還有你的那個影響力 那個整個credit 都已經在崩解 所以現在民眾黨內部裡面 也亂了 那亂了以後接下來 再問題是 如果兩黨真的看到你 就這樣子 後面更大麻煩是什麼 招委也不會有的啊 你也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然後最慘的是 如果民眾黨在巴西 真的沒有真正想清楚 怎麼做好關鍵少數 怎麼樣是喊架 然後你有個後續 然後要等著別人出手 你要在關鍵的時候出手 而不是搶先出手 把自己拉到那麼高 接下來人提案權都沒有 因為根據立法院的職權 立法委員提案 除非是特殊狀況 緊急狀況 比如說又是風災 又是九二一地震 十席 那十席 你還是不到 那平常是要十五席 那兩黨都不理你 你連個人 除了黨團提案之外 個人都沒有這個提案 你們這八席完全沒用 那過去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會對這些事情 很在乎 因為過去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實力跟民進黨很好 所以常常有幫忙連署 後來不曉為什麼實力 就是在國昌老師的任內 跟柯建民那邊起了險狀況 民進黨都不理他 國民黨都不理他 所以後面的時候 實力有一段時間 也沒辦法提案 所以民眾黨現在危機在哪 如果你沒有想清楚 你自己的定位 你只是血液聲要曝光 其實要搶聲量 最後付出的真實代價就是 第一個 年輕人其實獨現法 比我們都熟 他們看懂了以後 那些小草會不會懷疑 第二個是你這八席 真的到最後如果變成零的時候 那你議題的力量都沒有了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對於白銀裡面 不管八個人有四種意見 或是會綠白河嗎 或是有沒有可能會 某種程度說 柯文哲如果不表態 白銀會不會保送了韓國瑜 然後很多這樣一些揣測 陳正恩要出來跟你講說 你也都是有人在放風向 所有這些 將軍還有媒體報導 你說柯不表態 如果要是民眾黨不表態 當然就等於是保送韓國瑜 因為畢竟52加2在對51 但是也有講白銀有5票 被藍銀鎖定 這個就妙了 這個為什麼連鎖定 因為畢竟進去 大家還是要在那個簾子裡面投票 只是投出來以後 國民黨已經放話 要直接亮票了 所以國民黨意思就是 我好歹52票 每一票我都要看得到 但是也沒人說 你可以影響到另外那兩席 或是白銀這八席 這是用減去法刪去法 推出的五席 因為他認為民眾黨的八個人裡面 雙黃黃國昌黃珊珊 不會看來不會投給韓國瑜 另外就陳昭之 就這個是聲率傾向的 你要讓他投給韓國瑜 好像有點困難 所以剩下的五席都掌握得住 這有這麼單純嗎 原來是這樣的三區法 這麼容易 有這麼單純嗎 政治有這麼單純嗎 你在不管是地方的議會 或者是立法院 你要去爭取每一個 每一個叫一席耶 那不叫一個人你知道嗎 那一席你要去爭取這一席支持你的選票 一定是親自拜訪 親自拜訪 親自拜訪 我說好你很棒 那麼我們一求繼續共事 你以為這就是支持嗎 沒有承諾不是支持 承諾的都不見得是支持 所以說立法院的院長 不是這樣子選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選舉 讓我覺得應該讓韓國瑜 韓市長他以前在韓粉圈裡面 真的是萬眾矚目 一支穿雲劍千軍萬馬來相見 看樣子這支穿雲劍 在立法院裡面射出來 是沒有人要跟你相見 光是吃飯就沒有人到齊了嘛 我射穿雲劍都要來相見 我擺桌請吃飯 還有好多人不見 那是怎麼回事 那是黨內喔 那只是黨內喔 還沒有包含民眾黨那八席喔 還沒有包含那兩位 無黨籍的委員喔 黨內五十二席 你都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所以為什麼朱立倫跳出來 朱立倫跳出來很重要喔 如果今天這個局 第一個沒有傅昆琦委員 傅昆琦我沒有要選 我沒有要選 那其他立法委員也不能跳出來說 我要選 誰跳出來誰破壞團結 可是當傅昆琦跳出來以後 這些立法委員很多心境的嘛 就想說欸 這立法院的院長選舉 至少讓我假投票一下嘛 我也不是橡皮圖章 可是最後朱立倫說沒有假投票 沒有假投票 一錘定音就是韓國瑜加江啟臣 那大家想想看 這個宣誓性代表什麼 這裡是國民黨 這裡不是國瑜黨 這個非常重要喔 所以你看即使四個人舉手 一起說支持韓江沛 韓國瑜臉上沒有笑容 沒有笑容 那種自信那種霸氣 被這個風波一下就打趴了一半 你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厲害 國民黨是聽朱立倫的 我今天不出來一錘定音 你還有得搞欸 而且將軍要講 如果不是朱立倫出來 就直接講了吃了襯頭鐵而心的亮票 因為只有朱立倫能喊 韓國瑜他不能直接喊 我們所有人要亮票 大家會講說為什麼 你也是立委我也是立委 只有朱立倫能喊 因為如果照小朋友這樣 所以講如果要已經黨團 就大家講好要亮票 如果不亮的話 你們真的可能會黨紀除分 過去是有啊 是嘛 所以你看朱立倫的意思就是 我主席講的才算 我亮票五十二票 全部都開出來給你看 所以將軍講的是 還是我說的算 不是你說的算 雖然韓國瑜在這個 全國有千 有百萬韓粉 千軍萬馬 有這麼多韓粉 可是到了立法院 還是我黨團 是我朱立倫講的算 另外就是一個 朱立倫有沒有把握 可以控制到五十二個 每一個立委 我認為沒有 我認為沒有 可是至少朱立倫加上 傅崑期有把握控制到一半 至少超過二十五甚至二十六席 因為朱立倫自己的十三席 不分區一定聽他的嘛 對不對你不聽他的 黨紀處分對於區域立委 不見得有效 因為為什麼罰錢而已 我說真的罰錢而已 你敢停他權嗎 還是你敢開除區域立委的黨籍嗎 那馬上少一席 所以不敢絕對不敢 最多就是罰錢 而且將來還有同舟計畫 還同舟 會改個名字 會改個名字 因為一個名字用過 共濟計畫 共體時間也可以 共堅計畫也可以 對所以我才說 不敢去處分區域立委 沒有一個執政黨 或者一個在野黨 你敢拿自己的立委開刀 把他變成武藏級 沒有人敢 所以他確定掌握了十三席的部分區 因為部分區一被處分 停權你就不是立委了 你只要停權就不是了 但是那其他的十幾席呢 朱家富他是有把握的 甚至我覺得 他應該會告訴某些 想要選院長的人 你要經過我朱立倫 為什麼我手上 就有這麼多可控制的席次 那麼韓國瑜再強 韓國瑜粉絲再多 力量再大 要不要低頭 對所以我才說 他是從風光大架 四人抬轎 把他抬進立法院當院長 變成自己要去拜票走進去